对于验尸症的一个治疗方法 就是还有一个耳穴的一个治疗 耳穴的话 对于验尸症治疗 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穴位 比如是胃 皮 肾 还有神门 还有一个就是皮质线 我们进行的一个耳穴的一个贴压 我们就是把一个就是王部流行者 放到一个胶部上 然后贴压到耳穴 我刚才说的这些穴位上 然后我们每天的话 可以就是把那个王部流行者进行按压 按压上两到三分钟 一有疼痛感 一有疼痛感为止 然后一般的话 一天按压到两到三次 来治疗小儿的验尸症 这个的话 因为孩子皮肤嫩嘛 所以不可能就是咬一下贴好几天 所以我们一般是每天换 根据孩子的一个年龄的大小的不同 我们贴的时间的长短都不一样 小的孩子皮肤比较嫩 我们贴的时间可能短一些 大的孩子贴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对哪里是一本儿的孩子皮肤比较小的孩子 大小的孩子们 感谢您的孩子们 谢谢观看